听到林语这话 陶闯和孙学斌两个人的脸上神色陡然一阵 他们心中豪情激荡 但是很快 他们脸上的神色便暗淡了下来 因为他们意识到了 就算找到了拓杀 对于他们而言也不一定是一件什么好事 因为遇到拓杀之后 必不可少的便是死伤 虽然他们从未接触过拓杀 但是他们却是知道拓杀这个名字 在整个东南域家喻户晓 而之所以家喻户晓 就是因为拓杀恐怖的个人能力 以及凶残冷血的个性 其实他们这次过来的时候 一直在暗自祈祷和二爷等人别遇上拓杀 没想到最后拓杀还是来了 现在他们也要真刀真枪地直面拓杀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若想走出这里 将很是艰难 但是不管有多难 华夏士兵从来所向披尼 相不畏死 他们的内心虽有担忧 但绝对不惧怕 好 何先生 我们现在就回去召集人手出发 陶闯沉声说道 这一次势必要除掉拓杀 永绝后患 何队长 宁启呢 孙学斌望了眼地上死去的枪手 他疑惑地冲林雨问道 陶闯也立马好奇地看向林雨 他们并不知道刚才外边爆炸和宁启之间的关系 林雨心头猛地一颤 刺痛不已 低下头沉声说道 宁启兄弟 牺牲了 什么 陶闯和孙学斌两个人陡然间面色大变 心中一痛 陶闯急声问 何先生 到底出什么事了 拓杀在他身上爆了炸弹 想利用他跟我们同归于尽 宁启兄弟假意答应 实际是冒死过来跟我们报信的 他将一切告诉我之后 结果突然遭到枪手伏击 他为了不让炸弹引爆 波及到我 便不顾一切地冲出去 结果 他自己却 林雨满脸沉痛地说道 为了保全宁启的名声 他将事情选择性地说出来 靠 是该死的妥杀 我就说宁启怎么会这么反常 陶闯和孙学斌两个人 因为太过悲痛身子 忍不住微微颤抖 双眼赤红 眼刺欲裂 不管为了我们死去的兄弟 还是活着的兄弟 妥杀 都必须死 林雨沉着脸冷声说道 他此时已经抱定了决心 哪怕最后他与妥杀同归于尽 也必然要除掉这家伙 随后 林雨带着参数员陶闯 孙学斌 折返回院子 跟萨江等人会合 一听到林雨已经掌握了 唾沙的下落 而且马上就要去和唾沙 面对面的斗 苏门叫的众人 顿时神色一变 内心惶惶 但是都没说什么 虽然刚才他们跟着 林雨信誓淡淡地保证 要除掉唾沙 但是现在真的要实行起来 他们的内心多少有些恐惧 没关系 如果有不想去的 我也不强求 毕竟你们也上有老下有小 而且你们也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的帮助 我已经跟我的朋友打过招呼了 他会尽快地把钱汇给你们的 林雨知道 等他和唾沙真的打起来之后 这些人伸不上手 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人跟过来的用处 便是帮忙对付隐修会的一众手下 以及帮助他寻找二爷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基本做完了 所以他也不需要这些人帮什么忙 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这帮人 跟着他一起去送死 听到他这话 苏门叫的众人顿时一阵骚动 显然有些迟疑 萨江此时猛地往前跨了一步 咬牙趁声说道 何先生 我们能够等到一个响应这般的高手 来帮我们除掉唾沙不容易 我早就收够了 他们音修会的窝囊去了 而是那句话 总有意思 我也愿与你赴汤蹈火 与其受尽屈辱地活下去 倒不如冒死一搏 如果有兄弟想走 可以现在就离开 萨江转过头去 陈生冲自己的兄弟们说道 一众苏门叫的教徒也都是汉不畏死 高声地喊着气势激昂 好 出发 林雨看了一眼时间 再没有任何迟疑 低声冲众人喊了一声 接着迅速地指了指雨林大概的方向 自己率先几个纵跳 跳上了一些断墙塌楼 翻身到了楼顶上方 朝着刚才那名杀手所爆出的位置飞快地略去 其他人紧跟其后 没有能力在屋顶略行的 便在地面上急速前行 林雨一边往雨林方向跑 一边转头四下里面扫视着城镇 观察着情形 从刚才宁齐死后 再到他从这名杀手的嘴中 得知了唾沙的下落 着急人手赶过来 才不过数分钟时间 他认为唾沙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就算是得到了马上撤离 他也可以通过现在的地势 举高临下来发现唾沙等人的踪影 不过一直等他掠到了郊外的雨林跟前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群 他冷冷地扫了一眼黑漆漆的雨林 接着脚下一灯 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头扎进了雨林当中 朝着那名枪手所说的位置 飞快地冲过去 而此时餐水员陶闯 萨江等人分批次地跟了上来 也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地跟进了雨林当中 他们冲出去 大概有一公里左右 便看到了早就赶到的淋雨 只见淋雨此时正站在一块巨石前 观察着什么 等他们冲到跟前之后 便发现周围地上布满了湿乎乎的脚印 显然有人在这里走动过 拖煞等人确实来过这里 不过早就已经走了 淋雨皱着眉头沉声说道 扫了一眼地上的脚印 发现脚印已经变干 显然拖煞等人很早之前就已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陶门一个剑步冲了过来 看了一眼周围的痕迹 他皱着眉头沉声说道 既然他已经逼着宁起去跟我们同归于尽 那他为何还要离开呢 他应该是在这里等消息的呀 莫非 说着 陶门的脸色陡然一变 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抬起头来 冲林雨急声说道 莫非他们已经找到何队长了 陶闯知道 拖煞这次来有两个目标 一 林雨 另一个就是何子珍 而方才拖煞已经派宁起 绑着满身的炸弹 去和何先生同归于尽了 那 能让拖煞离开这里的动机 便只有何子珍和二爷了 不管宁起 能否与林雨同归于尽 拖煞只要抓到何子珍 便能够做得进可攻 退可守 如果宁起成功了 拖煞完全可以直接杀掉 何子珍等人 如果宁起失败了 那何子珍便成为了 他对付林雨的筹码 所以 陶闯认为 拖煞等人离开这里 进城原因只有一个 那便是发现了 何队长等人的踪迹 林雨听到陶闯这话 脸色陡然间变得忽明忽暗起来 抽着眉头细细想了想 觉得 陶闯说的话有理 他记得刚才宁起跟他说过 宁起之所以答应拖煞的要求 就是因为拖煞答应过宁起 要放过何子珍等人 但是 极有可能 拖煞现在已经食言了 本集结束了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